有不同的主题 除了我们一贯比较多健康 身体健康之外 其实在心灵方面 我们更丰富 然后对其实对每一个生命体来讲 是更重要 更有意义的 那赖教授呢 赖祥新教授 名字没打上去 祈祥的祥 然后心圣的心 赖祥新教授 你没有信都可以上网去Google 那有一个关怀生命协会 是吧 关怀生命协会 赖教授是我的老朋友 因缘际会 那时候我们二十几岁的 就倒回去 那是讲三十年前 听他讲故事 精彩的不喜 他的整个经历都不是一般常人的状态 所以也造就了 他今天有这样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还可以吧 还可以 那 其实非洲这一段 只是他后半将继二十年的一个经历而已 那前面有很长的时间 有包括对于这个古文化的 东南亚比较多知道 大家的古文化的研究 对于这个修行人的身心灵的研究 都非常的珍贵难得 一般我不太容易听得到的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欢迎赖教授 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跟我们分享 他对我们来说 是难得一文的这种经验 好 那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赖教授 欢迎 谢谢大家 各位好 好 好 对 真的跟他们认识差不多三十年了 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下一些非洲的经验 因为我早期是从 最早是研究过巫古的这个部分 因为巫古的部分涉及到最古老的文明 那时候的人类是用感知系统 不像我们这样认识系统 他没有什么对错 他感觉对 就对了 不管在身体在决定什么事情 他有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系统 他觉得对了 到底不容易 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过来研究他的东西也很麻烦 因为呢 结果有了 可是我没有理论 说不出来为什么 说不出来为什么就没办法变成一个 一个学术的一个论证的一个东西 那刚刚有一个朋友他说要录影的这个 我跟你讲说我们今天没有讲 可是我还是分享一下 因为我最早到非洲是因为艾滋病 因为艾滋病涉及到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病毒 这个病毒可以涉及到法罗蒙王的宝藏里面的 古埃及里面 所以我们打开了坟墓以后 人都会莫名其妙的死掉 其实他就是一种很奇妙的病毒 这个病毒呢 就像胎记病一样 他是黑死病 他可以潜伏几千年 可是呢 他为什么会活过来 你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消失 我们也不清楚 可以说病毒的东西 大概是我们细胞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非常非常的小 他自己没有复制的能力 他一定要透过细胞或者细菌来复制 那我们觉得这个东西 那他也主宰了细胞跟细菌的变化 什么东西跟他结合 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那后来我们就一直研究 研究这个碳剧病怎么产生的 那就追到整个的非洲 这非洲碳剧病的产生 后来我们发现碳剧病最早最早发生在狮子 狮子的身上 大概你们都知道狮子的生态 一个狮子就是一只雄狮 大概六到八只母狮子 他成为一个狮子群 那母狮子呢就去打猎 公狮子就守护地盘 跟交配 跟睡觉 对不对 然后呢一个狮子群呢 不能有两只公狮子 所以生出来的小狮子 慢慢长大了以后 他就被驱逐 一旦被驱逐以后呢 他就失去了狮子群的保固 然后他在野外很努力的求生存 等他活下来以后呢 他找一个狮子王 一个狮群挑战 他把那个狮子王打败了 他就接收了这个狮群 大概身套是这样子 那所以呢 狮子一变成狮子王以后呢 他就全力让人腐化 他就每天就 如果不需要打 不需要守护地盘的时候呢 他就睡觉 然后交配 然后就吃 东西打猎 他一定他最先吃 那所以他很容易就衰老了 那年轻正在外面 努力求生存的小熊狮 就把他打败了 所以他的 不会很久 狮子王的期限不会很久 所以狮子大部分是母狮子 成为一个家族 那所以呢 当狮子打败了一个狮子王呢 又他成为一个新的狮子王 这个就延续下去了 可是有种特例的时候 他被赶走的时候 是两只小熊狮 不是一只 或者正是熊狮在外面 又碰到一只熊狮 他们两个结盟了 那这时候就双 两只熊狮 他们长大了以后 神存了以后 他们就跟狮子群挑战 他是两只一起上 两个打一个 所以几乎赢的机力很大 那赢了以后呢 这个一个突变就发生了 他们就不是接受一个狮子群 他会再挑战一个狮子群 再挑战一个狮子群 那这样子的话 他狮子群会越来越庞大 因为他说把好几个狮子群整合了 因为一般狮子 他打猎大概四次 成功一次 所以小狮子的存活力 也是十分之一 狮子也为之会活 因为两尺不够 因为狮子是围猎 一个猎物来着 这个埋伏在这里 这个埋伏在这里 这个供过去以后 他怎么去围他 第一个房线 第二个房线 他都冲破了 他就跑掉了 如果没有冲破 就被抓到了 那所以他 狮子越多 成功的机力越高 所以当他成为 庞大的狮子群的时候呢 打猎百分之百了 够强壮 那这时候呢 整个生态就破坏了 这狮子群越来越庞大 小狮子也 每一个都养着活 那整个东西 这个生态这个东西呢 狮子没有天地 那怎么办 那这时候一种东西出现了 瘫居病 这狮子会死掉 就这个病就发生在他们身上 发生了以后 狮子死掉 死掉了以后 它又解除了 所以这最古老的一种病毒呢 其实是地球最后的一道房线 所以这个 这道房线现在 发生在人的身上 它的原型是贪疾病 最古老的人畜公然 再来就是鼠疫 鼠疫是很恐怖的 一来让你们一大堆全部死掉 很爆发性的 再来变成艾滋病 艾滋病是慢性的 让把你的免疫力 慢慢慢慢地消除 跟着你的免疫系统 攻击你自己 就像你的警察带着土匪 打你的政府一样 就完了嘛 所以呢 我们发现这个病毒也在进步 一样是HIV的病毒 它从以前的战争 是我一去 把你的村庄烧掉 把人全部都烧掉 那现在不是 我控制你 剥削你 把你榨干 细菌也在进步 所以这个病呢 其实我们在20年到非洲 非洲不相信 南非政府不相信 它认为这个病是黑人的 跟白人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要去 要帮助黑人说 你们就是 不要 要带抱前途 他说你们就想害我们 不要生小孩 他不相信 那跟白人讲 让他们协助 他说不要 黑人死光了算 那现在大概 整个 整个非洲 南非 光是南非 南非大概有三四百万 大概十分之一的人 白滋病 像那马拉威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大概有七成的人口 白滋病 所以它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台湾 我们也发现 我们也发现数字正在增加 而且它的心不断在变 所以我们在讲 就是说 发现这个东西 能够控制跟病毒沟通的 却是一种非常传统 非常不可思议的 所谓的巫术 你可以透过某种信息 你透过唱歌 透过某种 念力 它会产生变化 而且你可以设计一组密码 它是要听到那个 知道那个这个讯息后 你可以让它做某种转变 那中国人对乌的这个字的说法 乌等于是中国最早 经文里面是舞 跳舞的舞 所以是人跟 大自然交感的 自然手舞主导的 发出声音 做出很多的动作 就是乌的一种动作 那其实一开始是没有什么乌师不乌师 每个人都会 因为你要活下来 就要乌术 那现在我们也在用乌术 我们这个逢年贵 寄卡片给人家 就是白乌术 我做什么 然后这个人 很可恶 我们大家痛骂他 诅咒他 这就是黑乌术 所有的妈妈有时候不晓得 小孩子 小孩子 那么不听话出去给车子撞死好了 你就用了黑乌术 如果很恰当的时间 时间各方面条件都对的话 他就被车子撞了 所以这个诅咒是你家的 你都不知道 那我们一样祝福了也是一样 你不懂得祝福的话 它是会呈现 那我们大概今天呢 因为时间很有限 因为这个东西讲很多 讲不完 我想先给各位一个概念 大概就是我们在 非洲的这一个 一些经验 我透过一些 我们拍的一些档案资料 给各位一个简单的概念 我们把灯关掉